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中期选举的话题跟大家聊了很多了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中期选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令到我们预期的红色浪潮没有来 但是我们先要讲的事情就是 这个礼拜川普终于宣布他要参选2024了 其实我们在中期选举之前看到 很明显川普是要宣布了 但是他一直不表态什么可能啊 有可能啊最后变成了十分十分可能 一步步的往前走 他就等这个红色浪潮 他就像一个冲浪的人 等这个红色浪潮来 然后来一个漂亮的动作冲浪 但是红色浪潮没有来 那么川普在这个尴尬情况下 他依然宣布了参选2024 邓律师怎么看川普这次宣布的时机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对川普来说 这是没有时间说 他有个哪个时间是最好的 对他来说 2016年的大家不看好的时候 他同样宣布还是最后当选的 对他来说 因为在中期选举之前 他在Ohio帮站台的时候 他已经说我本来要宣布 但是很多共和党人士不知道 他只宣布参选会不会营造中期选举 一直劝他 等了以后再说 中期选举开票之后 红潮并没有来临 大家的话怪罪于他 但是乔治亚州这个位置 当时还没有明确 他共和党的大牢一直说 那等12月6号之后你才宣布 但是从时间点里边 你可以看得出 司法部一般在选举前的两个月 不会起诉 在选举前之后的两个月 不会起诉 对福尔以达超级案 这个案子 司法部有可能会在两个月 到三个月之内起诉 那如果不趁这个时间宣布 总统的候选人的话 那出现个问题 那川普以后被起诉了 那他那时候再宣布参选 太迟了 首先我们请教一下 如果他被起诉之后 他还能宣布参选吗 他被起诉之后 他当然可以参选 但是的话你是有带罪的人参加的 而你提在起诉之前参选的话 你就符合川普的理论 他们是利用公检法这个母亲的打击政治对手 这是他所需要的 所以他必须要抢先司法部 起诉他之前来宣布参选 所以民主党解读是川普为了不被起诉 所以要宣布这个参选总统 有这种效果吗 从律师的角度来说 他现在总统有个特权是什么 一旦只做了总统 所有的官司全部停顿 因为总统要专心处理国家大事 所以在四年川普做总统的时候 没有任何官司 但是他一下台之后 有四十多宗官司 现在有三个刑事案件 正在等着他的 乔治亚州他要调查 他是不是逼着这个州务卿 要拿到一万一千张选票 在纽约州 他现在正在查他 以后现在的偷税漏税的官司 正在起诉 正在找更多的证据 想办法来起诉他 对川普来说 最危险的就是佛罗伊达这个案件 已经被抄家了 从刑事辩护的时间点来说 一般的话他收拾到一定的证据 百分之八十已经掌握到了 以后进行烧查 烧查基本上 在烧查两三个月就会起诉 但是的话没有起诉 因为选举 就是司法部的话 在选举前 他不一般不会起诉 以后选举之后的话 两个月也不会起诉 所以司法部按照以往的惯例 应该是 如果要起诉川普 应该是在十二月底 到一月初可以起诉 所以川普只有在这个段时间 才能够说 我被起诉 就是因为我是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要不想我参选 所以他利用国家的机器来打击我 所以变成哀兵的战术 美国人是喜欢所谓的 underdog落水狗 同情落水狗 悲情英雄 悲情英雄 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制造成一个悲情英雄 只有这段时间 但是如果是你被起诉了 你被这有罪的指控来参选的话 这很难的 对川普来说 他现在面临那么多的官司 以后现在 这个一月六号的委员会调查 因为共和党夺回了议会 可能这个部分的话 会终止对他的攻击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一月六号的事情 不一定能够追究他的责任 对检察官来说 他希望现在 现在明年一月份 才换新的议员 因为在两个月之内 他很可能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就像穆勒调查小组一样 以后不会因为国会换人了 变天了 委任的特别检察官 就谁都没有办法 把这个检察官的工作 让他停止 对 他们会继续来做这部分 所以你觉得这个目标 会是在海湖山庄的机密文件吗 会 很有可能 检察官的话 从目前对他来说 我现在不能够被别人指责 要打击政治对手 我也不想参与政治 司法部应该是独立的 国家的机器 以后我们 但是的话 他有设立一个 就像过去几年的话 Mula的调查是特别小组 John Doan的调查小组也是独立的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海湖山庄 这个机密文件这个事情 如果用总统文件法来说 他可以解释川普的一切行为 检察官要起诉 总是可以找到各种理由 所以的话 基本上我们经常说的话 洗干净的手 在显霉镜下面看 总是可以找到细菌的 所以检察官要起诉你 只是说 要起诉他是个总统候选人了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不成立一个独立的检察官 就会被检察官 对 以后将来的话 国会是共和党的 这个主控 预算是控制在共和党手上 国会的话扮演了三个角色 立法 两党都不一样 各占一般 所以没有反法 立法可以推动的 这是第二个是管钱 你的钱 包括司法部的钱 行政部门的钱 他可以控制 以后第三个是管人 你任命的事情 我可以否决 在管钱这方面 共和党是可以牵制的作用 他可以调查你司法部 有没有利用国家机器 来打击政治对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为了脱离这个政治影响力 很有可能将来两个月之内 Garlan司法部部长会成立 一个独立检察官 来负责海湖案件 他们调查海湖山庄 但是这个调查 那就跟起诉还会有一段时间 很快就会起诉 因为要起诉的话 当然的话 他会顾及到 因为川普也提到 你可以看 他在宣布参选的时候 他提到的话 为什么奥巴马拿资料回家 你们不追究 为什么电子邮件的话 克林顿夫人 就起来历 所以这些以后都是 用总统答案法 可以解释的东西 那检察官如何能够 定川普的罪呢 所以检察官的话 他说 为什么检察官调查 他说起来历 他们是做了违法的事情 违法的规定 但是证据考量 我们不起诉他 为什么那时候的检察官 可以不起诉起来历 而你现在的检察官 要起诉川普呢 以后就连华星顿邮报 这个左媒 他的报导 他里边采访外面的人 里边调查的人士里边 他都说 这个我们找不到 他真正的出卖国家利益的证据 他的犯罪要有动机 他的动机 他只能是说 他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为了他自己的ego 他是想作为这些文件 作为战利品 是作为纪念品而已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 比如说金正恩写给他那封美丽的信 他就是拿这个纪念品 对做纪念品 那你没有任何国家金费的价值可言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连左媒的已经说 里边的人 已经认为犯罪动机的话 是这个动机的话 他没有拿说 拿起这个文件 我跟外国政府交易 或者是我设计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给媒体的话 我可以拿到钱 都没有任何这个商业利益的话 他只是为了面子 为了自己吹捧 你看看的话 这个金正恩写我的信 我们是多么 金正恩对我多么的恭敬 对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他是说ego 为了他自己的这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算特别检察官成立了 要起诉还不起诉的话 他还要考虑的政治考量 好 那川普现在宣布了要参选2024 想请教一下美英雄 你怎么看在这个时机 川普接下去走的路 跟2016相比 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是当然 川普在宣布的时候 他也说他用了2016的选举团队 来继续做下一次总统的竞选 也就是宣誓了他这一次的选举 要恢复2016的这种形式 那当时我们看到2016 他其实掌握了就是美国铁锈带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希望恢复传统的这些美国制造 还有美国的这些汽车工业的火车头 让整个美国呢重新带动世界的经济 作为这个世界火车头的这个角色 那么让美国再次伟大 所以2016呢 他成功的吸引了这些蓝领 还有一些比较低层次的一些劳工阶层 我们回顾一下2016年川普 他赢了一个最关键的点 当时奥巴马执政 奥巴马执政八年 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这个浪潮之下 做了很多很多左的政策 让美国的制造业加工业 大量的流出了美国 然后美国出现了高科技企业的寡头 在民主党看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伟大的这个成绩 美国在这个高科技行业 在这个互联网行业 有了非常大的这个 在全世界有个领先地位 但是他们忽略了铁锈带 忽略了制造业加工业 忽略了传统工业 民主党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 太在乎这个事情 这就是2016年 我为什么一开始 我就说川普会当选为美国总统 因为川普当时切中了 美国选民之痛 因为制造业大量的流失 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失业工人 然后关键是 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 越来越厉害 而民主党靠这种 所谓的大福利政策 并没有照顾到 真正的原谅的蓝领阶层 所以川普当时振臂一呼 让美国很多选民觉得 你看到了我们之痛 所以哪怕你是个商人 哪怕你有很多 所谓的传闻 哪怕你有通俄的嫌疑 我们都把票投给你 其实民主党在拜登选赢之后 继续延续了这样的方式 把新能源的这个产业 带入了所谓的铁锈带 希望利用新能源 和电动车的这个产业 来取代过去传统的制造业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不管是传统的制造业也好 传统的能源也好 并没有真正复苏的现象 而这个整个美国制造的趋势 也并没有在拜登执政之下 正式的成型 但是我们看到了 共和党在这一次的选举 希望的红潮 原来是应该可以在通货膨胀 和治安严重的恶化的情况下 应该会造成一个红潮的反扑 在民调上面也好 或者我们实际看 现在选后一周 我们看到国会选举的结果 事实上共和党的得票数是超过民主党 包括现在加州还没有完全开出来的选票 现在共和党是超过整个选票是700多万票 这事实上是红潮反扑了 但是结果是在几个关键的参众议员的席位上面 反而让民主党胜出 而并没有大幅的失去两院的优势 那么以目前来看共和党可能掌握了非常微弱的众议院 可能只有一票两票的优势 但是这样子的优势 是不是能够造成未来共和党继续对抗民主党的这种新能源政策 或是新的这些治安移民这些政策的改良呢 我们看到了整个选举的过程 为什么这些关键议席能够被民主党成功的保留下来 关键是共和党把整个选情的焦点放在支持川普 还是反对川普的议题上面 而没有去真正的强调如何改善通膨 如何改善治安 如何让这些工作在美国制造的这个宣传下面 回流美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需要端出来的牛肉 而共和党却焦灼在川普背书的共和党人 还是川普不支持的共和党人 如何来争取这个席位 结果造成了在城市 大城市尤其是民主党新移民政策下 大城市的这个邮寄选票集中的地区 造成了这个民主党微弱优势的领先 反而呢拿到了参议院的优势 所以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 在改选的参议院议席当中 共和党的议席比较多 所以换句话来说 共和党要享有红色浪潮 一定就是要保住你原有的议席 然后翻转民主党的议席 这样你才可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 但是恰恰我们看到 共和党就丢了一席关键的宾夕法尼亚州这个议席 强请假召奉兄 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关键议席丢了 以及共和党最起码在参议院 比上一届国会还少了一票 你怎么看今年的这个红色浪潮如何被挡下来 是 其实我们虽然说 这个对共和党来讲 这宾州这一席失去了 对他们讲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他们这一次的目标 他们预期的目标就是一个红朝之后 能够拿下两院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知道说他这个期待 因为这个宾州的一席失去之后 他们没有了参议院的那个主导权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要想说共和党因为这样子 就完全失去掉他们本来的战力 因为从众议院来看的话 他们拿下了多数 我观察到三点一个地方 第一点就是说他其实这一次 这个众议院他拿下多数 我们要知道众议院他本身的工作 他的作用是可以提出任何跟收入有关的提案 这个其实对于拜登未来两年来讲 或者说对于民主党他们想要扭转这个颓势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 反而这次没有了 关键是以后拜登如果想像过去一样 通过一些疯狂的开支法案 众议院一票就可以把党下来 是那所以他们证实有了这个参议院的多数 如果众议院不提出来的话 基本上来讲他们还是等于是一个 等于是别角的一个政权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说 这一次共和党因为他们认为是红朝的影响 所以所有的候选人我们看到说川普的效应之后 很多候选人都是不能讲说完全是那个典型的共和党 但是基本上来讲在立场上面都是明显保守 和明显请右的 所以比较不是那种说我们温和化自己的立场 来迎合选民 所以这一次的共和党他们很明显就会很 算是对民主党所做任何立场 还有任何的提议都会据悉迷的去检视 所以这一次的共和党相较下来讲 我是觉得说在立场上面是比较一致的 或者说可能在这方面对民主党来讲是比较难妥协的 但是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是说 红朝刚才Lawrence讲到红朝到底是没有来吗 我是觉得有来 尤其在这些所谓蓝州方面呢 我发现很多的共和党选民 就像上次是单纯讲到的 他们这次都努力出来投票了 因为他们就是要趁这个时候呢 去让民主党知道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距离拉得很近 所以你看其实很多加州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他们在立场上面跟政见方面呢 很明显都比以前还要更偏右了一点 那在这一次呢 他们其实选战上面也是有拿到不错的成绩 反而是民主党吓到想说 你这次立场这么偏激 这次立场这么的偏右 怎么有办法打败我们这边 本来想要翻转的一些地区 那所以呢 这一次的共和党我相信 他们这一次虽然说呢 从他们原来期待来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比较可能是没有他们到预期的标准 但是呢 这个我相信呢 在2024选举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打好一个基础的作用 在2024说不定会破天荒的 一直持续的增加他们在国会里面的实力 反而有办法大家完全执政 所以其实这是民主党 我觉得他们在未来两年必须好好考虑的地方 他们现在控制了众议院 众议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作用 是参议院没有的 但是呢而且他们是最靠近选民的这个议员 比起参议院他们是 就是说每一任的话是六年一次 但是对于众议院来讲的话呢 他们是每两年选一次 所以他们要更照顾选民 更去跟选民接触 这些都有很多的机会 让他们拿到话语权 去用不同的角度来检视拜登政府 所以这次共和党拿下了这个众议院之后 共和党未来在众议院的多数议席 最起码他要做出一点成绩来给选民看 当你掌握了众议院多数议席的话 选民第一要看共和党内部是否团结 其实如果是我们现在预期大概是两三票的优势的话 换句话来说民主党只要撤反一两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在某一个法案上的投票 民主党就有可能过关 但是我想共和党最起码可以做到一条 把拜登的疯狂开支给拦下来 让通货膨胀在这个层面上受到有效的遏制 美国的国债不要再不断的往上翻 并且联邦的开支能不能缩减 这都是众议院有权做到的 也是共和党的议员可以告诉民众 他们确实为他们之苦所做了什么 但是这次我们讲到这个中期选举 我自己回头看 为什么我们预期的红色浪潮没有来 当然我们可以说红色浪潮其实来了 只不过蓝色的堤坝更高 把这个浪潮挡了下来 但是为什么蓝色堤坝更高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数字就是 民主党的支持当中的一些少数主义 女性 年轻人 这些往往比较支持民主党的这个群体 他们投票率提高了 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亚裔的这个投票率也在提高 但是亚裔当中大部分人 好像我没记错过 百分之五十二十把票投给了民主党 那么在今年中期选当中 到底共和党为什么没有能够号召 共和党的支持者 在中间选民当中的共和党支持者出来投票呢 我看到共和党的参议员斯科特有一个分析 他说是今年共和党的选民没有出现 我觉得是中间选民当中 支持共和党的人没有出现 那这个原因我们回头看 跟川普还是有密切的关系 川普背书了很多人 很多人确实是进入了国会众议院 但是在一些我们刚讲 在一些关键的一些地方 川普输掉了 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 比如说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 这两个行为输掉了 导致共和党陷入了这个被动 好了 那今年川普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刚刚讲了2016年川普能够看到民众的痛苦 但是今年我现在回头看我总结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这个蓝色堤坝之高 我们看到川普其实是在这个整个中期选举当中 他好像是以一个标准来划线 你承不承认2020年的选举结果被盗窃了 如果你承认我的人我背书 如果你不承认我不但不背书 我还在公开场合攻击你 这会不会令到某一些中间选民认为 今年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 川普一个人的光芒盖住了全党 而川普的目标似乎跟2016年有的不一样 今年川普的目标是 你到底承不承认2020年的大选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立场的一个分野岭 邓与士怎么看这个因素 是不是把一些中间选民的热情给消灭了 民主党这次选举之分的话 他成功的利用了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是Rod vs Ray 其实在六月份最高法院才推翻堕胎权这个法案 因为在过去四十年 共和党人士保守派人士宗教人士一直想办法 要将堕胎权拿掉 在川普的任内他提名了三名保守派的法官 有了六票比三票的情况之下达到了 但是自由派来说 他将为觉得这个是你的right to reproduction 你的生育权利 你想想看如果是二月份的时候 他为什么这个案子还没有公布的时候 二月份已经泄露出来了 那时候大家走上街头上去 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不是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 故意将这个结果先泄露出去了 这样子这股热潮的话 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公布的时候 已经是慢下来了 如果是六月份的时候宣布出来的话 那十一月份的选举 那更多的女性会走上到投票去 这是一个案件 第二个案件的话 就是这个在国会里边J6的调查小组 举办了九次公庭会 这个公庭会其实就是川判大会 声讨大会 Kevin McCarthy他说不认同这个委员会 所以没有派真正的保守派议员参与 而参与的话都是清理啊 还有这些就是反川派的 基金格两个人 参与上去之后 九长九长公庭会 没有一个保守派的人士 替川普讲一句话 在大众看起来 每天的话 这个三大电视台直接转播 以后大家都感觉到 你川普发动了这个暴动 最后一个的话 选举之前 拜登利用自己的权力 减免所有的学生 大学生一万到两万块钱的学费 收买这些年轻人的选票 在三股力量之下的话 你想想看 共和党能够赢得参议院 众议院是很难 能够拿下参议院的话 那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旗帜 2016年到现在 川普一直被调查 而这个被调查 其实是影响了美国政治走向 那么在今年中期选举当中 我们说红朝没有来 但是有些州的选举的情况 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一下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中期选举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